大家好 这里是禅宗太极讲堂 禅宗太极 杨禄禅的禅 王宗岳的宗 禅宗太极 专著 杨禄禅 王宗岳 太极理论与实现研究 禅宗太极 禅宗真功夫 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讨论谈论一下太极拳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前面有朋友在评论里面提出来的 他说呢 我们平时听到的有关律的一个术语 叫做一律祥识会 但是我们太极拳里面呢 又讲以柔克刚 那么到底是一律祥识会还是以柔克刚呢 其实呢 这正是太极拳的两个 太极理论的两个方面 太极讲究阴阳 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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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 是我的两个方面 那么阴和阳是我们太极拳里面的 借以来发挥武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 那么一律祥识会是什么呢 一律祥识会就是传阳 传纲 也就是说 你本身有了千金之力 那么你肯定就可以呢 打败很多的选手 一律祥识会 你有了纲的 传纲的 千金之力的功夫 那么你取胜的机会呢 就非常的多 那么以柔克刚呢 以柔克刚就是传阴的 就是我把我阴的这个方面 柔的这方面练到极致 就是利用柔来克您的刚 所以呢 以柔克刚肯定是正确的 那么一律祥识会呢 也肯定是正确的 它们两个呢 其实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是我们练习这个传统武术 练习外加拳追求的一种境界 那么以柔克刚呢 就是我们练习内加拳的一种境界 有人说 四两拨千斤 那么四两拨千斤应该就是 以柔克刚的这个应用 四两拨千斤 四两真的能拨千斤吗 其实四两呢 它用的是巧劲 它不是非得用四两呢 去猛去对着你一千斤去干的 所以呢 我们大部分人呢 都是有一个误解在这里 没有把四两拨千斤的这个相对性来考虑进去 还有人说呢 要想四两拨千斤 必有千斤之力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有了千斤之力 你还有必要去练四两拨千斤吗 你有了传刚的功夫 也可以这个去克柔 传刚是可以克柔的 柔呢 传柔呢 也可以是去克刚的 如果你有了传刚的功夫 千斤之力就是传刚功夫 你就没有必要去练传柔的功夫 但是呢 你没有千斤之力 你可以借由练柔来克对方的千斤之力 因为我们本身呢 人的身体呢 是受到这个先天条件来限制的 并不是你生下来就有千斤之力 当然 人和人的体格呢 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天生可能力量比别人大 那个千斤之力 只是一个比喻 我们练习外加拳 追求速度快 力量大 但是我们练习太极拳 我们就练的是柔的 慢的 柔能克刚 刚义克柔 快能愈慢 慢呢 也是可以来愈快的 这个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跟四两拨千斤和一粒祥实惠这两个概念 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么我说说为什么慢可以愈快呢 因为呢 慢有些时间它也有优势 慢呢 可以是非常的缜密 可以是面面俱到 可以呢 就像我们做了很大 下了很大的功夫 来做了很非常完美的准备 快呢 可能就是我马马虎虎 没有追求质量 所以慢呢 在这里呢 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在太极拳里面呢 我就是利用慢 来练出这种刻快的功夫 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道理 在太极拳里面呢 练发力 练速度 这个就是跟我们太极拳的原理 是背道而驰的 这就是假太极存在的基础 太极练的是四两波千斤 你非要去练刚的千斤之力 你本身身体的条件 你永远达不到千斤之力 但是你还在继续追求那个千斤之力 这就是最大的误区 所以呢 四两波千斤和一粒相实惠 它是两种不同的功夫状态 都是对的 它们两个是相生相克的 不是完全对立的 说到这里呢 大家呢 应该明白我们太极拳 它到底呢 是练的什么东西 它是练柔练慢 我们的太极拳打起来是慢慢悠悠的 慢慢悠悠的这个动作呢 练的是你周身的一种协调 练的是你身法的这个连贯 贯穿一致 让你呢 周身的东西呢 能够贯穿起来 当然慢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柔 慢 都有一些其他的优势 这就是我们太极拳列的东西 这也是我们太极拳相别于外加拳的 它的根本的不同地方的这个表现 所以呢 今天晚上跟大家说的这个力 就是我们武术里面的一个最重视的一个概念 它也是在太极拳里面 最容易让我们混淆的一个概念 一粒相识会 然后呢 四两波齐音 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 觉得它两个呢 没法理解 其实它两个呢 不是完全对立的 它是两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好的 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 就讲到这一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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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